哈喽大家好我是不懂作战只说电影的唐司令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部科幻电影关键第四号 影片一开场呢就是来个刺激的在一片荒郊野岭荒芜人烟的原始森林中的两个正在睡觉的男人被惊醒 就在他们放松警惕时呢突然被人从背后扑刺一下另外一名男人见识立即逃跑 一场生死追逐逃杀开始了 但还是逃不了被杀的命运而原因呢就是因为他脖子上的圆排 同一时间呢在地球的另外一端男主约翰的脚下同样被烙上一样的图案 原来约翰是来自哈林星球拥有超能力的人追杀约翰的死对头墨加多尔人 约翰的家族被墨加多尔人屠杀仅存九名孩童逃到地球 但如今呢已经有三名同伴被杀害 约翰呢便是他们下一个目标第四号 被墨加多尔人发现后约翰的守护战士胡子格立即带着约翰搬家 不久后一名神秘女子出现在约翰家并放火烧了房子 女子在熊熊烈火包围中走了出来 场面真的很帅 这次搬家呢胡子格为了防止约翰遇上危险 要求约翰留在房子 但这只青春少年的约翰怎么甘愿留在一栋破房子里 天天对着一个老头呢 当然要出去怕把妹子拉 胡子格拗不过约翰只能让他去上学 但是不能惹事 约翰呢在学校遇到一个金发翘臀的大美女 看得约翰呢是心痒痒的 随后呢又遇上了一个非常狗血的校园气凌的戏 于是挺身而出帮助了被欺负的小白 将橄榄球狠狠地扔了回去 力道大的不思普通人 这才第一天啊 就惹了笑花惹了校草还惹了小白 我说小伙子你是收养呢 还是收养呢 还是收养呢 于是上演了一场狗血的校园剧 谁叫他们正值青春呢 金发美女邀请约翰到家里吃饭 然后便是两人都住房间心生暧昧的时候 但被一条不识趣的狗狗给破坏掉了 校草看到约翰从金发美女家里出来是心生嫉妒 将约翰也列为了欺凌的对象 但这谁也阻止不了爱情的脚步啊 晚上约翰和金发美女去情侣圣地归屋约会 不说你也懂啊 这是泡蜜子是必去的地方之一啊 但是校草呢 还是来插上这么一脚强强金发美女 爱人被抓约翰奋起 利用自己的超强能力打飞黑一人 两只手掌的神秘 光闪闪发光 要我唐司令说啊 这不就是手里放了两个手电头吗 还说什么 是打败外星人的超强武器呢 虽然呢 成功了救回了金发美女 但尾随而来的小白呢 却是看到了 面对小白的质问呢 这个约翰是不想透露太多的 但一心认为自己的父亲被外星人抓走的小白 是死皮赖脸的跟着约翰 在约翰去就被墨加多尔人抓走的胡子哥 是小白也手里拿着个手枪啊 跟在后面 原来小白父亲也是他们的同伴 胡子哥来到小白父亲的废弃工厂调查 找到一块断裂的蓝色石头 在约翰暴露超能力那晚 被墨加多尔人发现 在准备搬家的那天 胡子哥被人抓去 目的就是那块石头和约翰 约翰呢 救出胡子哥后撤退途中 被墨加多尔人打个正招 胡子哥拼死护住约翰和小白离开 但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对手 小白呀 这个猪队友啊 将车钥匙弄丢了啊 被墨加多尔人追上来之后 胡子哥为保护约翰而死 而约翰呢 也终于用出超能力 发动车子 离开此地 我说这超能力实在是太方便了 用了超能力是不怕出门 忘了钥匙了 也不怕没钱 没车 没房啊 直接随手 动动超能力 这些东西都属于你了 对不对 成功逃出墨加多尔人的追杀后 约翰并没有离开小镇 因为不舍金发美女啊 牡丹花下死 是做鬼也风流 就算上了警察的黑名单 依然跑来晚上 跟金发美女 是金金我我 两人手拉手在逃跑 我真想问这 手拉手是怎么逃跑 逃跑时呢 约翰还来了一个车技大展士 轻轻的就把这个警车给抬了起来 猜出两人具象的这个校草啊 在路上被墨加多尔人拦截 墨加多尔人威逼校草 带去约翰的所在地学校 画面转到小白 小白赶回家 拿到另外一块锻炼的蓝色石头 偶遇狗狗并搭着狗狗来到学校外面 看到两个入洞恐龙的怪兽 飞了学校 下降了的小白 看到狗狗也是变成了旁人大陆啊 这是下尿了 原来狗狗也是约翰的守护者 在约翰呢 被怪兽袭击时 救下约翰 在与怪兽搭战300个回合后 终于弄死了怪兽 这确定不是怪兽星球大战的电影吗 画面又转到了我们男主角约翰 就在约翰被追到无路可逃时 突然又出现了一个神秘女子 这不是当初一把火烧了约翰房子 那个神秘女子吗 原来她是幸存者的第六号 只是这 这是不是搞错主角了 六号女子是伸手 堪称杀手之王 一起一落就干掉了几个墨加多尔人 约翰呢 就靠两只手来躲避指探 这穷存样子能说是主角吗 但主角呢 怎么可能没有一个必杀技呢 就在约翰被墨加多尔人抓住脖子时 使用超能力 偷偷引爆了墨加多尔人身上的炸药 最终约翰在六号女子的保护下呢 得以幸存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才快第二天呢 两块石头重新联合 从中得知其他伙伴的信息 约翰和女子带上小白和狗狗 离开小镇去寻找其他同伴 来对付墨加多尔人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就告一段落 想看更多电影 请关注唐司令说电影 司令说电影 说电影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我们下期再见